我们现在在中国哲学史的课程 进入到禅宗哲学 禅宗哲学在中国佛教的宗派理念 毫无疑问的就是最重要的宗派 至少在过去千年之中 那么以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佛教的教团 或者是弘法的运动来讲 究竟还有没有单纯的纯粹的禅宗 那么这是可以讨论的 今天虽然很多宗派 他可能传承都有禅宗的戏 他可能传承各大的这个串林 不管是台湾的大陆的 日本的欧洲的 或者是印度的 泰国的等等 会不会有很纯粹的禅宗呢 那我觉得不尽 但是无论如何 至少在唐朝以后 到这个民国初年前 整个中国的佛教十之八九 其实就是都是禅宗的 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禅土宗 但是后来禅禅又合流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说禅宗是中国大乘佛教 势力最庞大 影响力最大 以及流传最久远的宗派 那这样讲是毫不为过的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这个是历史的角度的看法 我们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 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呢 可以简单的 这个说 就是因为他修行的方法 掌握到了关键 就是佛教的修行方法 最关键的 就是在这个禅宗 所掌握到的这个修行方法里面 好 那么这是一个 怎样的修行方法呢 其实他就是掌握 这个般若学的 本体功夫 来作为引导 弟子 进行自我修行的 这个关键的 法门 那么这个关键的法门呢 经禅宗这么一说出来之后呢 那么 其实完全可以理解 所有的佛教的宗派 其实也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法门 那只不过呢 后来禅宗自己 内部有 在同一个法门的基础上 有一些 风格特色上的 差异 那么那些差异呢 这个 比如说六加七中还是怎么样 这个南顿北间还是怎么样 那么这些 那么这些差异呢 根本上还是共同的 一个佛教修行法门的 类型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 这个介绍禅宗的时候呢 那么就要把最核心的 这个禅宗所突出的 佛教的修行法门的这个特质 那么呈现出来 那佛教当然有不同的宗派 那么有很多很多的 哲学理论 而禅宗呢 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宗派 肯定 他在佛学理论上 有掌握到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么最好的切入点 就是六祖谈经 六祖谈经这部书呢 是禅宗的这个六祖 慧能大师的弟子 为他写的 可以说他一生的行仪 以及他的讲经说法 他的说法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呢 当然应该就是慧能的风格特色 那么也就因此呢 形成了这个慧能 以及他的弟子 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学佛的观念 或者说是立场 所以我们讲佛经的时候 都是佛说的 对不对 就读所有的经 法华经 涅槃经 华严经 什么有的没有的经 不是佛说的 就是菩萨说的 被称作经的 不是佛说的 就是菩萨说的 但是呢 竟然有一部经 六祖谈经 在法坛上的说法 那个谈就是法坛 法坛就是 就是出家人修行的道场 就跟我们现在教室一样 六祖谈经呢 就跟六祖在教室里头 所讲的话 他的说法 只是这个教室是 出家人的修行的道场 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因为禅宗信徒太多了 就全天下都是禅宗的信徒 那么他们的 最重要的一部 经典的依据 就把它提升到 经的地位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一有他 好像很 这个 理所当然的 就是说六祖谈经 那你如果说六祖谈论 也可以 如果没有人这样讲 这样讲起来又不好听 又人家不喜欢听 这样子 所以就是 慧能的思想 形成了 我们现在所讲的 禅宗的 根本的思想 而这根本思想呢 其实就是掌握到佛教的 这个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 法门 好 那么 这个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修行的方法呢 就是 波尔功夫 就是本体功夫 就是 这个 波尔法的 就是不执着的功夫 简单的来讲就是 佛教就是 知道 人们的苦恼 都来自于 我们对事情 过于主观的执着 这一个主观呢 我们自己这样看 其实现象未必是这样 我现象也不必要是这样子 因此呢 这个主观可以放下 这个主观 一拿起来 就是一 就有了非 就有它的对立面 所以就是二 所以呢 不要拿一 就不会有二 所以这个方法 可以说是 不二 法门 就是不二分的法门 不二分就是 你先不要有主观 就不会有二分 主观是什么 善 那就表示有二 好 就表示有坏 好 这个 这个 喜 就表示有怒 这样子 有就表示有无 大就表示有小 跟老子讲的 这个 有无相生 很像 所以只要有一个主观一 一出来 就表示有一个相对面 相对立的东西 被你 否定 被你 排斥 这样子 有什么 你怎么把这个电扇关了 所以有点疼痛 麻烦 多了 好 那么 呃 这就是对于现象 看到它的缘起 因此知道它是信空 所以从此以后 对于主体自己的 所有的念头 都处于一个 不起妄念 杂念 分别新念头 的状态 这就是修行 的方法 这个修行的方法 是不是跟我们 上上心里讲 天台中的 这个一念三千 是很像的 是很像的 一念三千 不过就是说 杂念很多 不管是哪一种杂念 你要给它分类 可以分成三千 但关键一收起来呢 其实呢 就是 不要有这个杂念 那就是一念清静 一念无名法信心 法信 清静 佛信 波仁的智慧 用一个清静来面对 来打散 我现在的这一些 杂染的感受 行外来无语 种种的感受 那么用一个 不二法 不分别的 清静的 单纯的念头 来解笑它 那么当我 单纯的 清静了以后呢 我不害羞啦 我不自大啦 我不骄傲啦 我不轻视别人啦 我不讨厌别人啦 我不黏着别人啦 这些都没有了 这些都没有了 你这个人就 舒服啦 就自在 不断的做这样的一个 波仁法门的功夫 波仁清静的 这个功夫 那就是 可以让人变得很有智慧 那佛教 波仁本来就是智慧的意思 只是佛教的智慧呢 是不去做主观的执着 好像还是有 你是把他变小了 所以呢 禅宗就是掌握到波仁功夫的这个关键的利益 那其实所有佛教都应该是这个波仁功夫 只是这个波仁功夫呢 这个不容易做 那么因此呢 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初级阶段的功夫 比如说 好 就先这个扫地吧 扫地个三年这样 然后再来呢 打坐吧 打坐个十年这样 大概吃素吧 吃素个二十年 这样 然后再来是这个 或者是 好 从此开始 闭口 不讲话 敬口 敬雨 敬雨 敬个一个月 一个月都不讲话 好 那么就有助于你 你修行者 OK 有助于修行者 可以呢 这个 亲近 他自己的 心性的状态 好 那就是这个 禅宗掌握到佛教的功夫 其实呢 我们讲天台中 谈了一些 这个十法界 可以说是佛教的宇宙论 谈一念三千 是佛教的功夫论 谈五十八教 那是佛教的经论的 问题意识的分类 比如说我们讲到华盐洲 讲这个法界源起的观念 他是在讲这个 从佛眼看现象实际 一切都是 互相有关系 互相影响 但是呢 圆容无碍的 所以呢 有一个法界源起的 这个好像是行上学的命题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解 理解成 是主体实践达到 圆满完美的状态 也就是佛的状态 的佛境界的描写 所以可以说 它是境界哲学 那么我们讲 律宗 佛有界定会 从界律的角度 应该怎么样守界 怎么样修行 律宗在讲界律 密宗呢 有这个特殊的 修行的方式 等等 净土中的这一个 修行的法门 特别依据了 这个阿弥陀经 讲一个西方极乐 净土 不求你立刻成佛 但是我们先做一些 基本功夫 比如说整天念 阿弥陀佛 整天念 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 就使得你的念头 不会跑到 又是瞧不起别人 又是嫉妒别人 又是侵视别人 又是觉得这个不如别人 又是想好胜别人 又是觉得这个害羞别人 等等 都不会有这些念头 那阿弥陀 这个净土中呢 就提供了一个 这个 还没有成佛之前的一个净土 让大家先以那里为目标 之后呢 再进行更高级的修行 所以佛像有很多的宗派 还有三论宗 宗论百论等等 这几个波尔学的经典 然后去讲 波尔的观点 所以其实三论宗就是波尔宗 天才宗也是波尔宗 那天才宗在波尔观念的基础上 讲了一些更多的东西 特别重要就是五十八教 佛听佛论的分类 等等 而波尔学本来就是佛教的 共有的法文 就是佛教在做 这个大乘佛学的 说明现象世界的 一个本体意义的 共同的立场 现象世界是缘起 因此它的意义是信控 就是你不要采取态度 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如其本来的样子 所以佛呢叫如来 佛 好 这么多的不同的宗派 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 问题跟理论 禅宗专门谈 禅宗觉得你们理论谈太多了 都没好好做 禅宗专门谈 好我知道 本体就是波尔 就是波尔功夫 作为修行的方法 禅宗就专门谈 六祖谈经就专门谈 慧能就专门谈 如何直接有效地来做这个波尔功夫 如何直接有效地来做波尔功夫 所以它有一个结构的模式 我简单把它归纳成 知识往功夫讲 功夫从境界上讲 境界的正悟中谈 好 那谈经是六祖谈经 六祖之前呢 有达摩 二祖 三祖 四祖 五祖 六祖 六祖呢 还有南顿 北剑 还有一个神秀 在北方传播佛法 那么很有名的一段禅宗的公案 就是这个五祖红人 叫他的弟子 你们写一个你们的心得体悟 大家都觉得 大师兄神秀呢 应该就是这个 由他来写 别人也不必写了 反正书没读他读得好 平常呢就是大师兄的代导 代导师在讲课 所以就请大师兄赶快写吧 大师兄这个半对半就的 也就写了一段他的体悟 叫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嘛 不知道我现在讲给你 菩提 本身是菩提树 心是宁静 时时行服事 末时仁爱 那么老师五祖看了以后呢 这也是很好 可以让很多人当作修行的法文 相信 这个你的本性是善良 有佛性的 但是呢 这个 你现在还不到位 所以你要积极的 勤服事 末时仁爱 因为你现在还有很多的难 但你本性是善良 所以神秀讲的这个祭 对不对呢 完全正确 完全符合佛教基本的证据 这个六祖慧能呢 他不是字 所以他不会写字 可是他会说话 他请别人呢 帮他写 半夜头请别人帮他写 他看了大师兄写的 觉得 觉得呢 还不够透彻 他就写了一段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得尘埃 好 慧能在讲什么 慧能在讲什么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当你已经做到 时时情不适 末时惹尘埃 于是没有尘埃了以后 你才恍然大悟体会到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好 你也不必须执着 自己是佛身所演化 变现了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自由 自在的状态 你要去执着说 有个佛身演化 去执着 我说了老半天 你还是只是在理论上假定 你自己就是佛的时候 你也不会说自己是佛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得尘埃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行为爱恶爱无欲 所以呢 执着了一些 所以呢 这个神就说要 时时情不适 末时得尘埃 那慧能就说 其实本来无一物 何处得尘埃 你如果体会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会不会去 这个喜怒哀乐 爱无欲呢 你已经不会了 你已经达到那个最高境界了 所以很简单来讲 就是说 慧能其实是 从这个 般若修行功夫 达到最高境界的状态上 来说这个状态 因此知道 怎么样才叫做功夫的完成 或者因此知道 怎么样叫做 达到最高功夫的境界 所以呢 慧能呢 这个后来呢 就离开了这个 红忍 自己这个 去修行了一段时间 就后来有机会 自己出来红法 那以后呢 他开始说法 他的说法呢 就是针对 出家人 在这一个 修行的这个 道场里面 每天这个早课晚课 都要念一些固定的句子 里面有一些 基本的 佛教的 这个概念 佛教的观点 针对这些观点呢 做诠释 而这个诠释呢 就不再是 去说明这个知识 这些概念的 知识意义的细节 而是呢 这个概念出来 其实什么概念出来都一样 我们观念是 那我们怎么操作 好 所以是知识往功夫上说 好 怎么操作呢 怎么操作就一步一步来 那慧能的做法呢 不是一步一步来 操作就操作那个 最重要的那一点 所以慧能就是一个顿悟派的学者 什么叫顿悟派 就是比如说各位呢 你听了今天这个课之后 你就顿悟了 顿悟以后你会干嘛呢 你每天非常勤劳 用功读哲学 每天非常勤劳 然后呢 碰到什么事 就立刻就把它做完 就你时间就比别人多很多 然后你就用更多的时间去读哲学 越读越好这样子 碰到什么事情 该做就立刻把它做完这样子 日子过得非常的有效率 而且又积极 然后呢 又非常有智慧这样 就是开悟的状态 你不会再去怀疑这个 不会再去怀疑那个 不会再刷牙的时候刷很久这样 不会再做这个工资的时候呢 留念外面的这个风景景观 总之你在一个顿悟的状态 你什么事情都是指导核心 做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呢 不必再去追求那个知识的细节 因为你完全知道 所以知识往功夫上讲 而功夫呢 往境界上说 不是在讲入门功夫该怎么操作 或者是功夫次第 一步一步的怎么操作 而是功夫完成以后 你是个什么状态 我就以那个状态来 对功夫往境界上说 境界在证悟状态中 这是我为六祖谈经 这个找出来的 一个基本的 这个理论的 这个架构 那待会我就要 大致的把这个六祖谈经 慧能讲一些重要的话 那么介绍给各位同学听 但是慧能也不是平工出来的 但是慧能也不是平工出来的 慧能在一个这个 慧能在一个这个 这个达摩所传下来的 禅法的这个脉络里面 这个出来的 好 所以其实我们必须简单的交代一下 达摩 达摩 这个 从印度来的僧人 说在少林寺面壁多少年啊等等 那么传说这个达摩有留下来的一篇文章 二入四行说 礼入跟行入 礼入呢就是众生都有佛性 只是暂时被克成两屋 所以呢应该修行 这样子 那修行呢有四个修行的方法 所以呢达摩的这个二入四行说呢 其实就是神秀的那个纪文嘛 深是菩提树 心是灵敬他 所以我们本来是清净的 但是因为后来染过了 因此呢 实施情不适莫适的尘埃 跟神秀的纪文 其实精神是一致的 那达摩留下了四个修行的方法 第一个修行的方法 报冤行 第二个修行的方法 这个 你没有把它背下来 报冤行 然后无所求行 然后乘法行 第一个是什么行 第一个是报冤行 第二个是这个 无所求行 那个指定帮我查一下吧 那个二入四行的四行 好 我先解释 什么是报冤行 报冤行就是 相信你过去所 相信你现在所承受到的 坏事 是因为自己过去造业的结果 这个说法完全符合佛教的因果 业范书 所以呢 你不必抱怨 你就接受就对了 重点是你继续往前走 再来呢 是什么 随缘行 第二个是随缘行 第一个是报冤行 第二个是随缘行 随缘行 就是相信你现在 这个 相信你现在 所碰到的 突然来的好事 或没有花什么力气 就得到的这些好处 是你过去造了很多善业的结果 所以你也不必太高兴 你也不要因此就不再用功读书了 刚好这本书你以前看过这样子 或者说刚好这个人你以前帮助过 所以你请他帮忙 他会答应你 你不要以为你请任何人帮忙 人家都会答应你 所以呢 你知道随缘 有好的事情呢 就是不要执着 不要以为这种好的事情 每天都会发生 你还是要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 无所求行 无所求行就是 你继续做你每天该做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该做就做 不要去求这件事情以外的 别的好处 办一个活动 为戏学会办一个活动 你希望因此得到 老师呢 在某一个课堂上的分数呢 给你很高 就是随便乱想的 办一个活动 为戏学会办一个活动 你希望 因此呢 可以在考研究所的时候呢 能够拿这个活动 然后呢 诶 研究所就考上 也不必读书了 我就想太多了 无所求行 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做那一件事情的本身 单单纯纯清清楚楚 然后呢 这个秤法行 秤法行呢 他就去做一些积极的 这个学佛的活动 就是布施 持戒 忍辱 金定 禅定 智慧等等 就积极进入这个学佛的活动 所以二路四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模型 但是达摩祖师更重要流传下来的是 愣结晶 愣结晶 愣结晶呢 这个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有一些重要的观点 那我有一篇文章写的问题 对你们去参考一下 比较最重要的 跟禅宗后来的发展 最有关系的 就是说通及中通 言说法及如实法 注意听 接下来就是跟禅宗最有关系的 愣结晶的一个理论的特色 说通 中通 言说法 如实法 简单来就是说 佛法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理论的陈述 第二种呢 是具直接的实践 就这样子 所以呢 说通 你说的头都是道 中通 你实际实践 做出来了 言说法 就一大堆的理论在那边 如实法 说不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理解 然后我去做 这一点才是 达摩祖师 流传下来的 这一部文 这一个 愣结晶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其实在六祖会能 以前 人家看他们 称他们 是愣结松 就解释愣结晶 传播愣结晶的宗师 这样子 的一个修行的宗派 师父弟子 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 那么到了这个 慧能的时候呢 慧能在还没有到 这个红忍的门下之前呢 在他的家乡 这个打财 挑财 卖财 营生这样子 常常听到 活巴桑 念 这个心经 念心经 那金刚经 对不起 念金刚经 好了 听到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慧能就这样 听听听听听 他听听就迷迷 好 所以慧能的这个佛学呢 第一个 愣结晶的传统 就是做就对了 不要说 第二个 金刚经的传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般若功夫嘛 直接去证悟 体证他 一无所住 而这个 生其心 这个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 如路易如电 因作无事观 所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觉得是什么的 其实都不是什么 所以你都不必要去觉得什么 当你什么都不觉得是什么的时候呢 你就很单纯的 起床 刷牙 穿衣服 耕铁 或者是打财 过今天的生活 然后呢 你没有任何的挂暗 你没有任何的烦恼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没有烦恼 你看到别人的烦恼 就清清楚 他在什么地方烦恼 你就可以告诉他 他在什么地方烦恼 就可以帮助他 这个去除那个烦恼的执着 因为他就看不透这件事情嘛 那你就看得透这件事情嘛 你不住于任何一个地方 而去攀源 去执着 去这个 去多想这样子 然后呢 就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造业 又继续 因果融为 要做 所以呢 这个 金刚经就是这样子 那金刚经是一个非常猛力的 一个经典 佛说 这个 佛说布施即为布施 事为布施 各位 布施是不是布施呢 布施是布施 但是布施的人 执着自己在布施 这个布施的活动呢 就是有向布施 就执着于布施 布施的人呢 不执着自己在布施 这个布施就是无向布施 无向布施的功德 比有向布施的功德还要高 就是你做好事 但是你不要被人家知道 你自己也不觉得 你自己做好事 你的境界已经很高了 很高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间的这个福报 你得不到 那你得到的是 轮回的 或者是更高的世界 菩萨道的 这个福报 那人间的福报呢 就是什么呢 人间的福报就是 梁武帝问达摩 我铺桥造路 见佛事有什么功德 梁武帝说 没有功德 不是 梁武帝怎么会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很想要功德 是达摩说 没有功德 这样子 那梁武帝就 这个很生气这样子 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然后 就说 难道就没有佛法吗 这个达摩怎么说 我现在想想 总之最后 梁武帝问达摩说 对证者谁啊 你什么都说没有 那你到底是谁 达摩说不是 达摩连自己是谁都不认识 什么意思呢 达摩其实正在教梁武帝如何运用 如实法 宗通 而不是在那边讲知识 达摩没有必要拍梁武帝的马匹 都出家了还拍着皇帝的马匹 出家就不要人间的这个荣华富贵 不想拍皇帝的国君的马匹 这样直接告诉他最猛力 最利根气的佛法就是 当下提空 正空 这个铺桥 赵禄 建佛寺 印经 都是好事 都有功德 但是你不要执着那个功德 你是为了这个功德而做这个事情 你跟做买卖有什么差别呢 那你就将本求利 你也只能得到这个利而已 这个知识上不能否定你有功德 在境界上 你的这个功德 你去执着这个功德 这个境界很低的 所以就说没有功德 就这样子 我是谁呢 我也不是现在长的这个样子 反正心佛众生三不三 其实大家本来都是佛 都不亦执着自己是谁 姓生 名谁 有什么社会地位 一个离一个离月赚多少钱 在做哪一行业的工作 干过什么伟大的事情 干过什么糗事 这些都没有必要执着 这些都是偶然性的 都是缘起信空 所以都不必执着 原始不余就想吾我观 吾我观就是在吾这个东西 吾所有的我们的社会意义的 荣华富贵爱恨情仇 都给他吾掉 都不根本不必然 不必要不永恒 所以把他给吾掉 所以然后我立会问说 对阵者 谁在跟我讲话 不是 达摩自己解消了他自我的 这个假我的 这个意义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金刚经的精神 佛说布施 即非布施 视为布施 佛说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非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视为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佛说什么 佛说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个东西 佛说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个东西 当你能够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才是真的那个东西 这样子 明白吗 不明白 明白吗 不明白 你是个好人 明白吗 你不是个好人 明白吗 所以你是个好人 明白吗 就是你是个好人 但你不要去想你自己是个好人 你整天执着你自己是个好人 甚至写着我是个好人 不然你说 你能不能谢谢我 你这个好人 好的不够好 你这个好人就很好就对 你整天做好人的事情 你没有去争取好人好事的代表 也没有人来夸奖你 但你就是真的扎扎实实的那么好的一个好人 那你就是好人 所以如果说你是好人 反而害你不是好人 不说你是好人 你自己也不说自己是好人 你反而一直活在好人的状态中 就直接在那个状态 而不必言说法 而要如实法 不必说通 而要中通 这样你明白吗 就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 就对了 否则呢 都是二分 违背了般人的智慧 的精神 无上正等正觉 成佛 有没有成佛啊 知识上讲 当然有 没有成佛 谁要信佛啊 但是大家都在追求成佛 而且大家都在执着成佛 而且大家都在比赛成佛 而且大家都在骄傲自己已经成佛了 很抱歉 根本没有 所以当你在骄傲自己已经成佛 当你在跟别人比赛自己正在成佛 当你在看别人有没有追上你 当你舍不得别人也成佛 你这个人成佛的境界很低哦 所以当你都在说成佛的时候 就不是成佛啦 距离成佛非常的遥远 当你已经是佛了以后 你根本不会想这个事情 已经不会想 你多久没有被99成八表了 就是我讲的那个例子 就99成八表而言 各位说 你已经成佛了 就英文26个字母 你记不记得你国中 或是你们更早 我那时候只是到国中才学 你们可能小一就学 或你幼稚人就学 ABCDEFG 然后呢 26个英文字母 你是不是已经成佛了 已经成佛了 这样明白吗 所以 我们台大哲学系 一年级的同学 都会背英文26个字母 我这样说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怎么样 蛮丢脸 好像你根本不会英文26个字母一样 当你从来就不去谈 你会背英文26个字母的这件事情 了以后 你才真的是个会背英文26个字母的 人说都不说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佛说什么 即非什么 视为什么 三句意 金刚经的精神 这个精神 就是六祖会能 在六祖谈经里面 讲的所有的这些观念 的一个根本的特色 根本的依据 根本的来源 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六祖就不管讲什么 不要再讲知识了 都出家 剃了光头 做了和尚 谁不晓得 这些知识呢 一个概念来 就是要去实践 对知识往功夫上讲 做功夫呢 是的 我们应该按部就班 四弟 可是再怎么按部就班 你都要知道 最后是要达到什么境界 才是功夫的完整 所以你要直接拿那个境界 来讲这个功夫 所以功夫往境界上说 而境界呢 不是终极的境界 是最高级的境界 就是成佛的境界 所以在这个意义下 那么 这个 惠人呢 就说了很多很多 通常 出家人 在早课晚课 会念诵的那一些 修行相关的句子 那些句子里面的相关的概念 针对这些概念呢 来赞助他的发挥 他的发挥就是 第一 我不再言说法 我不再说通了 那个说通 你们天台中跟华言中 智慧说了 说得激瓜 滚瓜烂熟 这样 考试害学生都考不出来 我现在就直接操作了 我就说如何操作 被概念知识 就直接往功夫上说 功夫呢 就在最高的这个境界功夫上 来讲 这些概念的 这个知识 而这整个的背景呢 完全是什么 波耳学的背景 就是波耳功夫的背景 好 因此在这个意义下 我们定义 定位禅宗 是专讲功夫论的佛教宗派 而且就是波耳功夫 不过很抱歉 佛教的功夫 没有不是波耳功夫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 原始佛教有苦行啊 大圣佛教还有菩萨道 菩提心的精神啊 这个都完全同意 但是中间不能跨过波耳功夫 苦行呢 也是波耳的功夫 苦行才过关的 菩提心 菩萨道呢 还是波耳的功夫 你这个菩萨道才是完真的 否则你的菩萨道是完假的 你整天这个 要追求好人好事代表 梁武帝就是最好的例子 梁武帝就要做好人好事的代表 就没有掌握到 波耳功夫的精神 结果他永远在人天小果 永远在人天 人天人天之间 轮回轮回轮回 没有办法超出这个结构 因为他还执着于 他的这个不实 执着于他的菩萨道 结果他反而不是真的菩萨道 因为你必须要有波耳的这个功夫 智慧体正 你的行动才真的是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救度众生 然后呢没有养口 就是救度众生而已 那其他人救度众生 然后呢 然后得到好人好事的代表 然后呢 然后得到大家的表 然后呢 我们选他做台北市市长 然后呢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明白吗 其他的人 其他的生命 就不能够对自己的菩提心 菩萨道的行为 能够达到一个般若的空的境界 所以这个菩萨道的行为 还不是究竟 不是透彻 所以佛教不管是苦行也好 或者是菩萨道也好的功夫 不能离开菩萨的这个本体的根本功夫 会能就是掌握了这个根本的功夫 好 我们先下个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